人工受精技术 它跟试管婴儿不一样 试管婴儿实际上就是 我们叫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的一个俗称 那么这项技术呢 就是在体外呢 把这个卵取出来以后呢 跟精子去受精 然后呢在体外培养成胚胎 然后再放回胚胎 子宫内的过程 人工受精不需要取卵 我们通过促排或者是监测排卵 在女方排卵日的时候 把男方的精液进行一个优化处理 然后再把它放到子宫内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人工受精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技术 但这项技术呢 可以解决20%的人的不孕 对于女方有一侧数量管通畅 那么男方有一定数量的精子 那么这项技术就可以达到怀孕的目的 但是如果说女方的数量管都是堵塞的 它是不能做人工受精的 只能做试管来解决问题 就会解决了 我愿意对自己的重量 就会解决了 但是我不用担心 我愿意对自己的重量 所以我解决了 我愿意对自己的重量 因为我愿意对自己的重量 感谢观看